昨天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行的纪念六四晚会 除了有在台湾的民运人士和民间团体参与之外呢 6月份即将来到台湾的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 和目前还在家中遭到中共当局软件的胡佳 也透过了事前的录影割害发声 六四24周年的这一晚 自由广场上至少超过500多人 距今会省的看着六四回顾影片 仍在美国的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 透过录像和海发声 很多有良知的民众 不分年龄不分性格种族都在点起烛光纪念这段历史 虽然晚会主题是平反就责 不过陈光成说 要求中共当局去平反六四的说法并不正确 所以我们个人觉得呢 这种谈不上让的互动来给它平反 因为中国民众都知道这是一个正义的局 换句话说 一个屠夫没有资格去平反 在中国安徽 遭到软禁的维权人士胡佳 也透过影片传递要求民众 关注中国人权问题 你们曾经生活在 应该说同学们 他不会没有经历过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 但是赤色恐怖 自1949年以来 中国就一直在持续 这个国家所谓的围困 实质上是镇压 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为中国的政治犯呼吁 晚会现场前来参与民众 也去教中国人权问题 来自捷克的一日说 中共人权状况极差 当局迫害许多信仰团体 以法轮功学员最为严重 点起蜡烛 烛光形成的光影仿佛告诉世人 坚持功力正义的决心 新台俩的电视陈辉莫 沈维同台湾台北报导